哈喽大家好 我是买买 大家应该都知道我这次重来吐槽大会是为了谁吧 没错 丁泰生 不过呢 先别急 我先说说其他人好吧 大家都挺好的吧 到你了 丁泰生 相信大家都看过丁泰生递死我的那个片段吧 丁老师一副教我做事的样子 说我的音乐各种不行 这个歌词不行 Flow不行 音色不行 我高低谦虚一下 我当场就向他请教了一些这个音乐上面的问题 结果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 对不起 我不会 当时我就惊了 我就在想 一般人是不懂就问 丁老师 不懂就教 哪里不懂教哪里 后来呢 这个事情很快上了热搜 很多rapper呢 都自发地帮我回对了丁老师 声歌极眼了 说我们拉帮结派 丁老师 你也太自恋了 居然认为说唱圈会为了你团结起来 你误会了 我们只是 同时在骂你 四分五裂的骂你 勾心斗角的骂你 一盘散下的骂你 后来丁太生回去连发七条微博 diss我 cue我 我都不想理他 太生啊 太生 你对我也太深情了吧 念念不忘 回去还想 声歌说我写词空洞 其实他还说过 李荣浩的词空洞 方文山的词空洞 华晨宇的词空洞 这么喜欢空洞 你是地鼠吗 他的词汇量 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 空洞 担保 是不是以为我会说空洞 我才没他那么匮乏 后来啊 这个声歌也写了首说唱 名字我就不提了 免得你们回去搜 我打开听了二十秒 就关掉了 他的第一句词是这样的 你看这个圈子 它又大又圆 这不是大碗宽面 换汤不换面吗 太喜欢蹭热度了 连碗面都不放过 你还要点面吗 他做乐评 就是找歌手碰瓷 我算发现了 他自己中专一业 是个初中学历 但是呢 他喜欢到处说别人没文化 搞得我以为他有高中文评词了 他的风格呢 就是 以己之短 公敌之短 以短公短 太深啊 打铁还需自身印 你先充实充实自己 去报个成人高中吧 你先成个人吧 大家不要误会啊 我不是说学历第一的人就一定没有文化 我自己也是初中文凭 但呢 丁太生 确实太给我们初中毕业生丢脸了 声音呢 就是想让人知道他喜欢有文化的东西 我听说吐槽大会找他的时候 然后他就问 是哪个公司的节目 导演说 是效果的 他说不来 后来导演灵机一动 说是效果文化的 声歌两眼放光 马上到 声歌啊 你可能不知道吧 效果文化只是简称 他的全名叫 效果文化有限公司 你看 还是吃了文化有限的亏 这些年 丁太生除了diss我 还diss过和杰 撒丁顶 甚至diss过韩红老师 就大家可能会想 丁太生是希望看到这些人的进步吗 不是 他我太熟了 他只是知道 毒蛇能给他带来流量 能变现 毕竟 丁太生能有什么好心眼呢 对吧 谢谢大家 我是吐槽无限火力 丁太生莫在爱着米的 拜拜 难道 尹富 诶 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